还有录了很多焦点的新股盘来上市 好像内雪的茶又是否你的茶呢? 内雪的茶当然是我的茶 我们研究过内雪的茶 在内地来说 如果分开的话 高等茶、中等茶 或者低等茶 就是普通茶 其实内雪之茶是属于高端 另外整个茶的业务来说 增长都快 包括研制茶、茶包等等的产品 所以其实行业增长快 还有最大的特点是购买力是很厉害的 根据调查 内雪之茶通常是90后的女性 是占了绝大多数的 可以打卡 是的 所以我们叫一个网红式的经营或经济 而这些90后的年轻女性 其实消费能力是强的 因为一杯茶饮 如果加上有面包 其实都不便宜 特别是有一个王牌产品 大家一定要试 就是猫山王的一个饮品 很棒 最特别是有钱都未必能喝到 是季节性的 买完就没有 所以大家 其实内雪之茶在香港是有的 是山顶 好像巨大的山顶 我以为只有深圳或大陆 人家和香港是山顶有的 如果确实是有的话 大家有机会试一下 猫山王的饮品 现在正确是季节的 是不是 我不知道 所以内雪之茶 第一要看它最后上升的时候 估值是怎样去计算 但是你问我爆 就应该不会够天市爆 它都是我叫做初戀之茶 初戀 一种很fresh的感觉 但是暂时来说 留意了iBond和天市 内雪之茶 我们看到具体的财务报表 上市的集资规模 甚至乎首两天的招呼反应 我们再决定都不迟的